实际上来聚焦的是昨天花莲这一起严重的地震 导致当地的天王星大楼倾斜 最后有一名带员的住户康幸女子 她是花莲高农的老师 她是因为要为了救她的宠物 所以重返大楼而受困身亡 经过了13个小时的搜救 直到3号晚间的9点多 遗体被抬出来 而天王星大楼是因为出现了刑事伤亡的案件 所以现在必须要由检方勘验之后 才可以进行拆除作业 地牛翻身天摇地动 所有人惊慌逃出下秒 房子坍塌大量烟尘窜出 汽机车驾驶跟乘客全部丢下车狂奔 还有人差点来不及逃 画面宛如世界末日 还有名女子走在骑楼下抬头一看 发现大楼瞬间倾斜半倒 马上拔腿狂奔 黎明男子才走出对面饭店 也马上往回跑 那栋楼这么倒了啦 背着惊天狂争吓到雨带哽咽 红色大楼剧烈摇晃 让房子敬倒在眼前 花莲中山路与轩辕路口 这座柱商混合十层楼建筑 天王新大楼 一楼店家被压垮 倒了倒了房子倒了 歪了歪了房子歪了 整栋楼大幅度倾斜 消防队员挺进第一现场 抢救人命分秒必争 楼体摇摇欲坠 随时都有倒塌可能 先后救出22人 不过有名32岁康姓女老师 家住7楼 地震当下已经逃出 但为了救爱猫再次返回大楼 前脚踏进去就被困在里头 经过13个小时的搜救 最后在一楼入口处巡获遗体 死亡的女老师任职于花莲高农 为救宠物重返大楼受困身亡 天王新大楼也将进行刑事 砍宴后才会进行拆除作业 现在暂时用削波块支撑 地震造成惊人破坏 复原之路还有一段路要走 记得中程良菲亚乔综合报道 花莲昨天这一起规模7.2的强震 台铁苏澳新到凤林间的 多处路段损坏抢收当中 而列车停驶 连打也影响到廉价的东部疏运 交通部现在要求台铁要先抢通 台铁公司表示 停驶的列车预估在明天会恢复通车 为书运的旅客南回县各级的列车 会全面开放战票 因应这个苏花公路中段 再加开宜兰到花莲间 十列次的区间快车 昨天花莲的大地震 也震倒了清明廉价的出游商机 灾情和余震吓跑了观光客 花莲的旅馆业者退房电话 可以说是接到手软 花莲县的旅馆工会理事长张娟翰 就表示说 这个廉价之前遇到大地震 只能说非常傻眼 因为廉价原本是有七成的定房率 在昨天一阵震掉了五成 只剩下有两成的旅客继续住宿 而临近的宜兰县住宿是有增有减 整体观光人数可以说是持平 但是台东也是因为交通受阻的关系 定房率跌于两成 连在下个月也受到影响 出现了小部分的退房潮 0403的花莲大地震 在台中的和平区的中横变道 多处路段发生了落实摊放的状况 造成至少有21个人当场受困山区 下午的4点之后 陆续就出来了 好不过其中发现有两个人受伤 有12辆车的车体受损 公路局现在就指出 预计3号4号会实施道路封闭 抢通安全通行无余之后 再宣布开放的时间 好 现在非常多的民众都疑问说 到底为什么警报没有响呢 气象署在昨天晚间 也针对了台湾的七个县市的警报 都没有响做出了致歉 并且表示说 由于这个地震的预警系统 低估地震的规模 推算部分地区的震度是不到四级 导致有七个县市 没有收到国家级警报 包括了双北市 还有基隆跟桃园 新竹 高雄 屏东县等等地区 都是没有收到警报的 来听气象署的这件说法 那这次地震 为什么没有发出这个国家级警报 对于新北跟台北 主要的原因是 因为我们在电脑估算的时候 这个地震规模估算为6.8 跟后续实际的一个地震报告 规模7.2是低估的 所以相对部分地区的一个震度 也是低估的 包含新北 台北 高雄 因为它没有达到市级的标准 所以我们没有发出国家级警报 地震速报因为基于时效 并没有办法全面的一个计算相关的资讯 而会产生于后续实际的一个观测阵度的一个落差 造成民众的一个困扰 枪署在这边表达诚振的一个歉意 枪署将会持续来检讨 精进这些计算的一个流程 还有发布的一个机制 来因应于震度较大时 对民众适时发出国家级警报 以上说明 昨天花莲集体强震 新北环状县的板心站到中原站之间 高架轨道位移全线停驶到傍晚 就有学者表示说 这个高架桥的耐震都要达到6级以上 这一回北部最大的震度仅仅是5级弱 怀疑施工的问题是比设计问题还要大 台湾结构继续工会的理事长王兆丽 他就说了 应该是两个桥墩错位 保护装置有发挥作用 结构是没有坏的 针对花莲的强震 对此立法院长韩国瑜 他在脸书上头写下 不幸传出部分人数伤亡 房屋倒塌 道路损毁等等的重大伤害 愿逝者安息 祈求救灾顺利 不要再增加其他的伤亡 赶快恢复平静的生活 他更是祈福 各位一定要注意安全地益 希望大家都可以平安五世 天有台湾 3号发生规模7.2的强震 各地都造成严重的灾损 不过仅仅这个大卖厂呢 酒类的商品区 可以看到红酒碎满地 成了受灾户 桃园说有一间异国餐厅 他们也发生了 这个墙上的酒杯 还有酒瓶都掉落了 呈现地板满江红的状况 店家现在说粗估财损大约是有20多万元 虽然心疼 但是也只能喊 岁岁平安 台湾未处地震带 几乎每一年都会有规模6以上的强震发生 其实很多民众就很好奇 台湾有没有比较不会受到地震影响的现世呢 很多网友就回答说 是桃园对此地科系的教授也证实这是真的哦 因为在2018年地震的时候 当时中央大学的地科系教授颜红元 他就曾经指出说 桃园这边是没有活动断层的 所以自发性的地震也相对少上许多 过往发现像是杨梅 虎口 双连坡 还有南侃等等的四条断层 经过勘查之后 证实只是冲刷而成 不是实际的活动断层 如果说是单纯以地震多寡作为条件的话 那桃园确实是受到地震影响比较小 最安全的居住地 3号上午发生的这一起花莲外海的7.2强震 不少民众都回想说 过去的921强震 这有网友在讨论说 到底是这一次的花莲强震比较恐怖 还是921比较恐怖呢 其实很多网友都说呢 两者是蛮差不了多少的 第一个就有网友说 地震当下921摇了足足100多秒 而且后续有许多规模6以上的余震 强度是完全不同 第二个是摇法 921是先左右后上下之后呢 上下再左右狂摇 这一次主要是左右为主 没有明显感受到上下 第三个是地名 深山处一直传来恐怖的怪声 另外最关键的一点就是 921当下大停电 没有电也没有通讯 什么资讯都不知道 不过对此呢 很多网友都认同说 921名副其实是灾难片的等级的 中央大学应用地质研究所的教授李锡提 他就表示说东部外海近几年规模6以上的地震是非常的多 那未来的10年之内 东部外海很有可能有海沟型的地震 目前都有可能会是规模8以上 届时恐怕对位处台北盆地高楼影响会是非常的大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健康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道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Boo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